大家好,我是林医生 对于二型糖尿病患者 需要时刻去关注自己的血糖水平 空腹血糖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那么对于二型糖尿病患者来说 空腹血糖的最佳目标值到底是多少呢? 根据指南的建议 二型糖尿病患者的空腹血糖 它应该控制在4.4到7.0毫升之间 这个范围被认为是最安全和最有效的控制水平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范围 我们可以去详细地给大家解释一下 当血糖水平低于4.4毫升的时候 会出现这种低血糖的症状 比如说头晕、心跳加快、出汗等等 这些症状可能会影响到生活质量 并且导致其他的一些健康问题 但是当血糖水平超过7.0毫升的时候 也会增加心血管疾病 包括肾病、神经病变这种并发症的风险 所以二型糖尿病的患者 应该将空腹血糖控制在一个最佳的范围 为此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控制血糖水平 比如说第一点就是合理的饮食 控制碳水化合物和糖分的摄入量 选择低疾癌指数这个食物 另外就是运动 质量的运动可以增加身体的代谢率 有助降低血糖水平 另外就是药物质量 如果上述措施没有办法去控制血糖水平 可以考虑药物质量 但是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总之对于二型糖尿病患者来说 空腹血糖的最佳目标是4.4和7.0 毫无每身之间 通过饮食、运动和药物质量 这种综合的措施 来控制血糖水平 有助于预防病发症的发生 提高血糖质量 好了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关注我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